Hello,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录制一期 一个永久免费的域名 EU.ORG申请教程 这个域名的后缀是EU.ORG 那EU是欧盟的意思 ORG是组织的意思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顶级的域名来用 那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 你来关注 我来继续讲解 注册的地址我已经给出了 大家直接可以点击注册 在这里呢 我们直接点击注册 这里需要填写一些信息 那接下来我找一个英国地址 那找到这个地址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就进行复制 这里是姓和名都填写到这里 EU填写我的吧 地址填写这个 然后我后面跟的是空格 再来填写城市 再来在地址行2填写一个州 国家就选择一个UK 变化和传真填写到这里 然后这里我们输入密码 这个协议我们要同意 然后点击创建 到这以后呢 它是发送了一封邮件 我们到书件箱里 注意 直接到垃圾箱来找 点击邮件当中的链接 激活 然后我们登录 它在邮件里会给到你一个用户名 我们直接用这个用户名来登录 登录以后 我们直接点击new document 一行我们要填写一个完整的域名 比方说你要申请的是ABCDEFG 那你后面要加上doiodoorg 那我这里来填写一个域名 这个域名是肯定被占用了的 这些都不用填 然后这里呢我们就选择 Servor's name 然后填写我给大家准备好的两个域名服务器 点击以后你会发现 这里是红色 也就是百度 已经被占用了 我们想一个别的 试一下这个行不行 这个域名是可以 但是它出现了很多的错误 这里有24个错误 所以我们要返回 只选择Servor names 然后我们提交 提交之后 当你看到没有错误 说明你已经申请成功了 那这个域名就可以免费的永久使用了 这个网站的域名 它审核的时间 正常是一天到30天 据说是给本视频点赞的人呢 审核的更快一些 而且同一个账户 可以同时申请4个域名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免费的域名 那么马上开始吧 注册的地址和域名服务器名称 我会放到视频的下方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 你